一天 十天 我求你看門 我真的急需這筆錢 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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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寄我20萬就是小周吧 我求你了 借我二十万 顾儿 你怎么想的 你让我拿钱救你的野种 你当我是什么 小周是你的孩子 这句谎话说了四年 还没说腻部 我妈当年就是看见了你和宋子欣 在重新捕食 她才开车荒步走路 出了车祸 变成了植物人 不是这样的 当年是顾雨晴 骗我过去 我跟宋子欣 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到现在还在污蔑雨晴 短信是你发的 摇天界面的截图 也是你和宋子欣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事情我能不能给你解释 但是我现在真的 求你借我二十万 就有小周吧 你倒是对这个野种 上心的好 二十万也不是不能给你 师庭 我就知道 你不会这么绝情的 把他穿上挂上 我就让你进门 师庭 我是你的妻子 你没必要这么羞辱我 你也配说妻子 野种都生了 你要是不愿意呢 就滚 不 别走 我愿意 师庭 你现在可以给我钱了吗 你要不要看看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想要钱 就得付出代理 师庭不要 我好痛 我快死了 只要当表子又要立台服 真让人到位靠 既然你不愿意那就滚 也休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 不我愿意 只要你给我钱 我什么都愿意做 尊敬 师庭 钱 三百太少了 你说给我二十万的 一次一百都算抬拒你了 师庭 三百太少了 你看在我这么配合的份上 介绍你的三万吧 三万你觉得你这副身子 你配 算了 看你这么卖力的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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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 算了 看你这么卖力的份上 在轮回的边缘 能一道望线 看谁能发现 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 顾雨琴你要做什么 顾婉 实听哥哥最讨厌这个野种了 你说我要是把他弄死了 实听哥一定很开心吧 哈哈 走开 啊 你在干什么 啊 行是那个玉琴 玉琴要是出什么事 我让你偷命 路实听 小周是你的孩子 你为什么不信 沃小姐 你儿子现在突然病危 现在急需出血啊 但他是熊猫鞋 现在没有匹配血型 我是熊猫鞋 是我的 沃小姐你还好吧 没事 在手上去你会 继续找 不行 那你拔掉 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血收好了是吧 我就知道 你还是关心小舟的对不对 雨晴大猪血 这血是留个雨晴的 不是给那个遗嘱呢 不行 这小舟就没钱 你还给我 要不是 雨晴就不会受伤 那个遗嘱呢 就算死了 也是你害的 你还给我 顾小姐 你还好吧 没事 她继续给我求 希望救我的孩子 顾小姐 你不能再抽了 你再抽下去 你会没有命的 我已经活不了头球了 我求求你 继续给我抽 我要求小舟 你还好吧 顾小姐 顾小姐 妈妈 小舟 你脸色好白呀 是不是跟小舟一样生病了 小舟 妈妈没事 孩子是已经保住了 但是她的白血病 已经很严重了 像你这样子给她输血 只能维持她暂时的生命 如果想治好她 最好再怀一个 用青春儿的旗带血 滚出去 卢士廷 你为什么这么对小舟 她一个野者 伤心跟我有什么关系 而我的亲生孩子 被你害了 你什么意思啊 雨晴流产了 跪下 跪下 雨晴的孩子没了 你要给他受罪 不是听 我已经单身换了你的孩子 当然 雨晴只有我一个男人 不像你 早早的和宋志欣上转 换了野者还想安在我的头上 小舟不是野者 她是你的孩子 施婷哥哥 我的孩子没了 我好疼 我答应你 我们之后还会有孩子的 陆施婷 你曾经说过会爱我一辈子的 那些温柔 终究成了梦一场 施婷哥哥 你不要怪姐姐啊 姐姐可能是担心我肚子里的孩子 抢了父爱 她想让她的孩子得到父爱 那野者也配 跪下 给你全数字 我不跪 是她先伤害我的小舟的 不跪是吧 信不信我们让一远 把你的野者丢出去 你却残着火 不跪还是不跪 我跪 我 施婷哥哥 我不想待在这儿了 我躲在这儿 我都想到我失去的孩子 我要回家 施婷哥哥 你身还有伤 乖 在这里 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 那 那就让姐姐照顾我吧 姐姐挺会照顾人的 也好 从今天起 你就是雨晴的一男 不是提 你当着这么折辱我 记住 要想你儿子活命 就得按照我说的组 顾婉啊顾婉 你以前总是高高在上 最瞧不起我这个当保姆的女儿 可是现在 我妈成了顾三的孙 你妈呀 却早死了 你也只配给我做保姆 你永远都比不上 确实比不上 因为你们的小三星 隐百相伤 也不被爱的才是小四 我爸说了 他从来没有爱过你 只不过是看上了你妈的身份 石婷哥哥也说了 他现在啊 只爱我 跪下 把这些东西给我捡起 不然 我就让石婷 把你那白血病的儿子扔出医院 愣着干嘛 顾婉啊顾婉啊 顾婉啊顾婉啊 为了你儿子 你可真是连子孙都不要 也不枉我当初费尽心思 让石婷哥哥以为 孩子啊 是颂之亲的 怎会对他如此孤单 顾婉 你好像是 肥胭乱七 快要死了吧 我也不怕告诉 赵美芝那个老太太 是我故意引他 去你的通奸县场 也是我 在他的车上动的手脚 可是现在 他对我疼爱有加 对你啊 是百番折磨 哈哈哈哈 顾羉琪 这一切都是你 是你害了我 我要去告诉琴啊 阿姨 阿姨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听到的这样 顾羽琴你给我放手 我让琴啊 这就受你蒙骗的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要成琴 你想干什么 啊 妈 你醒醒 你醒醒 顾羽琴 你个猝士放开 妈 你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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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杀我面口 杀了你 我去哪找替罪羊 哈哈 妈妈 妈 妈 啊 让开 十丁哥哥 快救我 太晚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杀我妈 我妈到底在那对不起你 都是我做的 都是过以前做的 十丁哥哥都是我不好 是我没有技术阻止姐姐 她还刺了我一刀 真的不是我 十丁妈还有呼吸 我赶紧送她去医院吧 只要妈醒过来 我一切都知道了 顾王够 要是我妈出什么事 我一定要你成 还要你在医院的眼中 我妈怎么样 人暂时强调回来 但是我要拖离病情 你最好有心路准备 可能会一直这样睡下去 师弟 妈怎么样了 顾王 你还有点过来 我妈被你害成了植物员 现在你满意了吗 不是的 是顾雨晴 妈听到我跟顾雨晴的对话 知道了当年的真相 所以咱 到现在你还在无力 她刚刚流产 又被你伤了一刀 差点命都丢了 顾王 我从没见过 上去这样有恶毒又恶心的见 顾时提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相信我 是不是我死了 才能证明我的情感 死太便宜了 我让你生不死 以后你都必须见到你儿子了 夫人病了 做起居身冰雨 慢慢疗疗的 姐姐 实听哥哥 让我来看看你 你要做什么 我能干什么呀 我只是觉得呀 这长夜漫漫 我怕姐姐一个人太寂寞 找个人来陪陪你 进来 把这个换水 你要干什么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是想让你乖乖的 否则 我可不敢保证你的儿子 这个女人就赏给你了 好好玩 嘿嘿嘿 这个女人长得可真正点哦 我喜欢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啊 顾文 别挣扎了 你难道不知道 那这是石亭哥哥的意思 好好玩 嘿嘿嘿嘿 你别过来吧你 嗯 放开我 放开我 救命啊 放开我 放开我 他 他心智可真烈 啊 他 你这个臭山王 竟然敢打我 今天我要弄死你 啊 救命啊 放开我 你 你 你怎么敢动他的 我 你没事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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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彦 过来 你快去救小赵 他真的是你的孩子 救你再加几位 我 我 医生怎么样了 还好没有山子要害 现在我们抢救回来了 静凉几日就可以出院了 就看一下小周 他现在在哪 然后顺便 做一下DNA检定 陆总 您终于相信 夫人的孩子是您的了 你也觉得那孩子是我 陆总 夫人那么爱你 我觉得她不会背叛你 也许当年 另有引擎 先去做DNA检定吧 我最快就做结果 另外 生还过我的那个男人 抓回来 我亲自身回 是 石婷 小周呢 他没事 但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他到底是谁的 石婷 他真的是你的孩子 管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 那个野主根本就不是我的 小周真的是你的孩子 我没有骗你 我舍身救你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一次 救我 你还有脸说救我 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 你不是舍命救我 是为了那个野主 带进来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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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 就是她 陆总 就是她 就是这个女人 她让我演戏 强暴她 也是她让我 施杀你的 陆总 都是这个女人让我做的 陆总我求你放过我呀 你胡说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是不是鬼情设计的 你说 你说啊 够了 陆总 陆总 都是她让我做的 到现在还在诬陷雨晴 我已经对她清楚了 雨晴一整天都在医院里面 没出去过 小周也一直在自己的病房 为了陷害雨晴 你还真的是 在你心里 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 为了设计你 不许出买自己的身体 那不是我问你自己吧 为什么就要坐着这个地盘 陆世霆 是不是我说什么做什么 都不及过已经半分 可他才的凶手 是他设计的一切 够了 你别再演戏了 你以为演一出 蛇命就我的苦情戏吗 我就会心疼你继续被你欺骗了 妈妈 妈妈 小周 小鬼 你敢咬我 你不要伤害小周 啊 啊 你就这么看重 在我之前的遗嘱 可笑 我以为你救我是因为你心里有误 结果你把我当成一个傻子 你一次又一次拟我给你的感情 是因为你的心 又只有宋志金 啊 还有这个遗嘱 还有这个遗嘱 不完 我对你的所有感情 到此为止 小周 妈妈不哭 小周 妈妈没事 妈妈最大的月晚就是 看到小周今天看看她长大就好了 等小周长大了 我就可以保护妈妈了 小周 陆太太 你孩子的病情很不乐观 美国那边研制了一款 针对白血病的药 但费用比较贵 不管多贵我多用 我先去走 把我来 思考一念 这次在那样的时候 时间总的第一个礼物 但是我的小周 过吧 你竟然做我的东西 这是我的 嗯 你还不知道吧 刚刚实听哥哥说了 这间卧室 留给我当仓葵 这里面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的發生都是我的 想賣了卓子就你孩子的面 哥哥 哎沒錢了 你就等著你那個爺爪死掉吧 哈哈哈去死 啊啊啊 十丁哥哥 你們在幹什麼 給我去死 啊你們在幹什麼 啊 十丁哥哥 姐姐想拿你送他的玉琢麥條 但我發現我怕你的心已被踐踏 我好心激情的 他卻被玉珠宣誓 他想掐死我 不是我殺的 是羽琴殺的 我既然當天親愛就想做了 顾安 既然是我送你的東西 我就有資格收回你 這間房子所有東西 你都沒資格處置 事情 想拿我的東西 去救那個爺爪 我會讓他沒命想 這間房子的女主人 現在是羽琴 你也別在這裏礙事了 從今天起 你一出用人房 真的嗎 沒事 只要有十丁哥的關係 我沒關係的 有十丁 你擔真這麼恨我 我 喂 定妖 你能不能幫我找一份工作 我現在幾需要錢 好 不嫌棄不嫌棄 謝謝你啊 這個時候 還好有你才 小豬還等著我救命 我必須振作起來 我明天就去 姑娘 去十五號桌 貴賓指定你去 好 喲 這是誰啊 這不是顧家高高在上大小姐 顧晚了嗎 姐姐 你一定是因為走投無路了 才會在這做下等人的工作吧 我們讓你走了嗎 沒看到我的餐具掉地上嗎 給我撿起來 這麼簡單的工作都做不好嗎 姐姐 聽說你最近的圈錢呢 小豬他就等著我 我不能丟掉這份工作 為了你那短命的兒子 你可真是連自尊都不要 可惜啊 師廷哥哥根本就不認他 哈哈 親子姐那是你搞的鬼 是又怎樣 你那個野種 師廷哥哥巴不得他死了 不如我就先來拿來玩玩 等你死了 我親手送他去見你啊 啊 你這個賤人 你這個賤人 我再為你一遍 親子姐那是你搞的鬼 是要怎樣 你怎麼這麼窄子 小周是石廷的孩子 你怎麼忍心幹這種事情 嘿 他就是個野種 師廷哥哥根本就不相信 你現在不過就是個服務員 我才是陸家的媳婦 你這個病娘子 就和你那個野種一樣 是個笑話 啊 你們這個服務員怎麼敢當我 顧婉 請想這樣做客人 你又做什麼 石廷哥哥他欺負我 路總他欺負雨晴 顧婉 你越來越放手 給雨晴道歉 我絕不會跟這個傷害我兒子的凶手道歉 想想你在硬的兒子 休息 你不配當孩子的父親 如果小周出了什麼事 我一定會拉著你們陪葬 石廷我都要死了 你為什麼還不相信我 啊 怪 怪 老闆 是誰是師廷嗎 老闆你醒了 知青 你不是在國外嗎 回來了 醫生提出這麼大問題 為什麼都不告訴我 醫生告訴我 你胃癌晚期 我不過一年了 四年前 是我連累了你 害你遭到陷害 對到國內的工作 一個人跑去國外 我現在很好 不用擔心我 什麼很好 我都聽說了 陸師廷她根本就不信任你 還在跟國語情初雙入對 她根本就不在乎你 不要再硬撐了 你不是一個人 四年前我還太渺小 但現在我足夠強大可以保護你 知青 不想連累你 既然陸師更加強大 也不必為了我得罪陸師廷 說什麼傻話 我們是多年的朋友啊 陸舟家屬 我是回來通知你們的 病人的醫療費今天必須要繳了 不然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繼續給他用藥 護士 再關心我幾天 我現在就收錢 用這張卡吧 知青 這怎麼能行 小舟治病要緊 這個錢我一定會還給你的 文文 你 跟我不用這麼錢還 總之 謝謝你 謝謝叔叔 小舟還想要什麼 輸一下子給你帶 什麼都可以嗎 我們小舟這麼可愛 什麼都可以 那你可以當我一天爸爸嗎 就一天 別人都有爸爸 可我沒有 小舟 如果你願意 以後我就是你爸爸 你可以叫我爸爸 爸爸 好一幕感人肺腑的父子重逢啊 好一幕感人肺腑的父子重逢啊 哼 顧啊 你還說沒有背叛我 是不是覺得你的野男人回來了 這個野種就不用按在我頭上 我不是野種 壞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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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媽媽 對狗男女也算絕配了 畜生 你這是個畜生 來著 拖出去打 別把地板弄髒了 就這麼心急啊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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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小舟 求你 救救他吧 救救他 也不是不能救他 那就要看看你 你會這個野種 你坐到什麼地板 走 陸世廷 一定要這樣嗎 一定要牽我的尊嚴踩在腳底下嗎 你是要你的尊嚴還是要你的孩子 好 我托 但是我求你讓醫生救小舟 還有知情 我跟他是清白的 我求你放了他 怎麼 你覺得你這副身子還能談兩次嗎 啊 你這個賤人 你竟然敢罵我的尊嚴哥 啊 你敢打我 鬼經 只要我們沒有離婚 就還是陸世廷的氣 這賤人的氣勢 什麼時候這麼強 你有什麼好得意的 十亭哥哥根本就不喜歡你 也只不過是把你當成外面那些賣的 那是賊呀 不管他把我當成什麼 只要他不願意給我離婚 你就還是那個永遠是無聊太年 婚人比上小三 賤人 我不會讓你好過 這個陸太太的位置我要定了 總裁 宋夫人來了 就在回客廳 宋知青現在怎麼樣了 已經在派出所了 律師提出了控告 告他人身傷害 最起碼48小時內 律師和家屬都見不到他 很好 只要是宋家人我一律不見 哎 聽說宋知青幫那個也一種繳費了 可以回去 我不缺這種醫藥費 總裁 您不覺得 孩子跟宋知青長得一點都不像 您想說什麼 今天剛才報告都出來了 可他的眉眼跟您真的很像 要不您看看小時候的照片 可是我明明親耳聽到 他喊宋知青爸爸 孩子現在怎麼樣 白血病 很嚴重 聯繫一下國外政法院的專家 費用不是穩定 好的 這下夫人該放心了 不用讓顧婉知道 您明明很在乎夫人 可是 讓你做就去做 哪有多廢話 是 為什麼師婷還要關心那個野種 顧婉 醫生 醫生 陸太太 小周已經用上了新藥 目前來看 情況挺穩定 效果還不錯 謝謝你醫生 那費用 費用這一塊不用擔心 最近有個基金會 他們在做關二百血病兒童的一個項目 這類的費用解決了 不過 之前就說過很多次 放話療都不是長久之際 都只是延緩他的病情 最好的辦法 醫生我明白 我會盡量去辦的 但是這期間 我求你 不管怎麼樣幫我小時候 我們會盡力的 我 孫伯母 別害我伯母 你這個掃杂心 把我兒子害得好慘 智青怎麼了 四年前 他被你害得 流放國外 現在好不容易回來了 又被陸石廷送進了監獄 怎麼會 陸石廷是什麼人啊 你串的我兒子替你出頭 能不能被他針對 還有你 生的那個孩子 就不是我們送家的種 你卻無慮跟我們叫智青 我不管你用什麼辦法 你讓陸石廷放過我的兒子 不然 我也不會放過你的兒子 宋伯母說的沒錯 智青是無辜的 我不能讓他受我牽連 你來坐車 石廷 我跟你之間的事情 能不能不要迫及無辜 不要想愛宋智青 你來找我 就是為了給你的九情人求情 不是的 我跟他 我跟他什麼都沒有 我告訴你 放了他也不是不行 那你就用這副身子取悅我走 師廷 放了他也不是不行 那你就用這副身子取悅我 師廷 回去可以 這裡是辦公室 會不會被人看見的 看看你這副孝敬的身體 有什麼好怕的 師廷 我真的從來沒有背叛過你 是故意情騙我過去 喝了他的飲料 我又睡著了 我已經聽夠了你的謊話了 真讓人倒胃口 我本來只是想給宋智青一點教訓 擔心你這麼在意他的話 我不建議弄死他 不要 我真的放鬆了去 我要是再聽到宋智青三個字 我就讓你的兒子滾出醫院 我 老師聽你要做什麼 顧問 我還真是想看你這宋智青的 為了那個野男人 你不惜找人開車撞玉欣 我沒有你在說什麼 看到沒有 玉欣到我現在還在手手台上 我沒有做 為什麼不可以相信我 我敢送你的辦公室出來 當然不是你去錄讀了 人呢 總裁 人帶過來了 是是是他 是他讓我做的 他說只要我叫人撞死 他就給我五十萬 你騙人 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我沒說過 是他讓我做的 我我有錄音 我給你五十萬 我要你撞死顧玉欣 這聲音很像我 顧啊 你現在還有什麼好說 玉欣要是出了什麼事 我一定讓你成為你 我沒有 這聲音肯定是合成的 你以為我現在還會信你的話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愛過我 我愛你一直都是宋智青 我是恨不得顧玉欣死 但是我不會犯法 陸實體以你的手段 找個人來辨別真假很容易 你為什麼不敢相信我 我已經信你太多次了 醫生怎麼樣 手術很成功 病人傷得不重 回去好好休養幾天就好 現在已經送到病房了 玉欣 你怎麼樣了 十丁哥哥 我以為我再也見不到你了 那個車子轉過來的時候 我的腦子裡只有你 玉欣 我不會讓你死的 我知道 十丁哥哥 但是我覺得我活不久了 就算死了也沒有遺憾了 但是我現在唯一的遺憾 就是沒能成為你的新娘 我來娶你 我一定讓你成為最美的新娘 十丁哥哥 你真的願意娶我 可是姐姐 我會和她離婚的 可是姐姐不願意啊 她不願意也得願意 把她欠了 我 我不欠 陸實體 我不會跟你離婚的 我沒有找一張顧玉欣 這一切都是她自導自演的 我不會讓我得逞的 顧玉欣 你以為你有跟我交換了資格 陸實體 你為什麼不能相信我一次 這一切都是顧玉欣做的 丹妮 也是她陷害的我 麻被囤下樓和出生後 都是她做的她才是真凶 你給我閉嘴 雨欣差你命都沒了 你居然還在無形的 把她欠了 我不欠 我就是死了 我也不會欠 絕對不會讓陸太太的位置 給她 她不配 你是不是以為 我不敢讓你粉 啊 啊 顧啊 你是不是覺得你不簽字 我就沒辦法 既然你非要守了這個陸太太的位置 自取其辱的話 我成全你 三天之後我會已經訂婚宴 就算你不簽字 也阻止不了我們在一起 陸實體 你就那麼恨我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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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實體 你就這麼恨我嗎 娃娃 餐廳的時候我聽說了 你沒事吧 我沒事 謝謝你的好意 你別這麼說 是顧雨晴找你麻煩的 還有 你現在還找工作嗎 要 我小姑 有家珠寶店 現在正在找營業員 你要去試試 好 謝謝你一定要 欸 欸 姐姐 你怎麼在這兒 我跟石亭哥哥來看賺戒 都沒有離婚 就這麼迫不期待 去故意行嗎 把你們店最好的婚戒拿出來 小姐 請稍等 我這就去 等一下 讓她給我服務 石亭哥哥 讓姐姐幫我們選吧 這樣姐姐 還有好多提成她呢 是不是啊 好啊 石亭哥哥 你覺得哪一款更好呢 只要是你喜歡的都買 結婚建制怎麼能都選呀 只能選一個 玉琪 你慢慢挑 我去接個電話 顧婉 你逗不過我的 我只要略施小技啊 石亭哥哥就能娶我 所以 是你自己找人撞你 那錄音也是你合成的對不對 我要是不這樣做 石亭哥哥 怎麼會跟你離婚啊 你就不怕我告訴陸石亭 向他調查你嗎 你覺得石亭哥哥會相信你嗎 之前可是 我設計那個老妖婆出的車禍 嫁禍給了你 石亭哥哥 我也照上信了 顧雨晴 你會遭報應的 遭報應的 難道不是你啊 現在你是未來晚些 哦 還有你那個快要死了的兒子 哈哈哈哈 你剛說的話我已經錄下來了 等一下錄是您知道真相 我看你還笑得出來嗎 顧婉你炸我 顧雨晴 我今天就要切出你的真面目 把手機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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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幹什麼 石亭 那手機裡有錄音 你快點開 石亭哥哥 我沒有 你不要聽他胡說 杜石亭 我求您再相信我一次吧 顧婉 你拿著壞手機 讓我聽錄音 石亭哥哥 我讓姐姐服務我 她態度不好 我就說了她幾句 她就故意錄下來 想搬換我在你心中的形象 不要相信她好不好 好啊 陸石亭 是不是就算你聽到了錄音 你也會覺得是我在誣陷她 難道不是嗎 我居然會失望她信我 真是癡人說夢 石亭哥哥 我不想在這兒買了 我們換一家吧 石亭哥哥 我的翡翠鑽戒怎麼不見了 是不是落在櫃檯上了 姐姐 你誣陷我不成就偷我鑽戒嗎 我沒有呢 可是剛才明明就你這一個人 你又缺錢 不是你是誰 石亭哥哥 姐姐她不承認 那就搜身 陸石亭 你不要太過分了 既然沒偷 你又怕什麼 這裡有監控 你們可以去看監控 可是剛剛就只有你一個人 只有你有嫌疑 為什麼還要掉監控 是不是還石亭哥哥 來人 搜身 住手 我親自搜 你是自己偷 還是我來做 陸石亭 你為什麼不可以相信我 允賢說是你做的 那就是你做 陸石亭才能醒 我就這麼下見嗎 難道不是嗎 顧我 你都說是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 吃給誰看 石亭哥哥 在這找到了 你們快出來 我只是想讓顧婉出丑 不是要給兩人製造 獨自相處的機會 你聽到沒有 不是我偷的 陸石亭 你為什麼要一次一次的羞辱我 陸州的家屬嗎 趕緊來一趟醫院 病人情況不好 醫生 找到怎麼樣 現在已經沒事了 剛剛非常的兇險 這孩子的情況 十分不穩定 之前我跟您說的 再生一個 得抓緊啊 你總算醒了 你知不知道你已經懷孕了 我懷孕了 你剛剛受孕必須小心客户 那小周呢 他暫時沒事 但是現在最重要的是 保護好你的胎兒 這個孩子來得太及時了 只要你好好生下來 你的孩子就有救了 寶寶 謝謝你 不過如果你想生下孩子 你將沒法接受 強制性妖物治療 因為你的外影到晚去了 沒關係 只要能救小周 我能承受得住 什麼 孤婉懷孕了 雨晴 發生了什麼 媽 孤婉那個賤人懷孕了 這賤人真的是 因魂不散呢 我是不會讓他的孩子出生的 我要讓實情客客 親手打掉他的野種 雨晴 六太太的位置 你一定要拿到手 當年她媽鬥不過我 現在她也一定鬥不過你 我一定要讓孤婉知道 什麼是絕望 阿娜 你的肚子裡面是妹妹嗎 可能是弟弟呢 不管是弟弟還是妹妹 我都會保護好他們的 小周真的是我的好孩子 等弟弟或妹妹出生了 小周的病也會好了 我是不是打擾到你們了 志欣叔叔 小周有沒有乖乖聽媽媽的話 呀 志欣 對不起啊 是我連累你了 說什麼連累 既然我選擇回國 就不會懼怕陸師婷 更何況她也就是關了我幾天 不會真的拿我怎麼樣 啊 對了 謝謝志欣叔叔 小周喜歡就好 等你病好了 叔叔帶你出去玩 媽媽說 弟弟或妹妹生出來了 我的病就已經大好了 小周 媽媽出去一會兒 這個時候懷孕 你的身體 志欣 謝謝你的關係 但我想我們以後 還少見面吧 黃黃黃 難道我跟你不見面 陸師婷就會相信我們是清白的嗎 但我不想欠憐你 而且 我已經坐了日子了 黃黃 活著就會有希望 你一定不要自暴自欺 自欺 謝謝你 但我現在的冤枉就是 小周能好起來 別的我都不想 也没有心思去想 总裁 这是订婚宴的安排 放这吧 总裁 您真的要跟顾雨晴小姐结婚吗 可是您跟夫人都没结婚 我会和她离婚 她居然为了那个宋之亲 找人开车撞雨晴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 那个撞人的司机说 夫人给她五十万 可是夫人连孩子二十万的医药费 都有求于您 怎么可能拿得出五十万 总裁 我知道您心里很在乎夫人 我不想您做出后悔的事情 您从小跟夫人青梅竹马 您是最了解她的 你等会儿去调查一下 这次的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容许了 顾问她不配 她的心里从来就没有 是又发生什么了 顾问 顾问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顾问 牟师姐你要做什么放开我 牟师姐你要做什么放开我 顾我我还真是想瞧你 一边跟宋之亲偷情 一边以后别的人上场 你见不见 你在说什么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说 是你的 顾问 怕我当傻子是不是 这是你的怀孕时间 两个月前 我根本就没有碰过 不可能 两个月前就是那一次 姐姐 你怎么总是把跟别人的孩子 安在石亭哥哥身上 两个月前 石亭哥哥跟我正在国外度假 怎么可能跟你 是你 是你在我的怀孕期里钻手脚 姐姐你胡说什么呢 我也是从石亭哥哥口中 得知你怀孕的 我又不能为你不先知 顾问 清 你毁了我的小车 还想伤害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杀了你 叶 居然还个大允训 他什么都不知道 明明就是你怀了乙种 想爱在我头上 不是提 我的孩子不是乙种 这个孩子 我不会让他留下来 这个孩子 我不会让他留下来 要做什么 他必须被留掉 不要 你放开我 陆思琴 你没有确定杀害我的孩子 那也就是那眼睛看看 我做不做得到 陆思琴 我求你赶了我的孩子 叫出还得到他救命 我不能失去他 难过我有什么关系 陆思琴 如果你要打掉我的孩子 我就自给你看 陆思琴 你敢威胁 我答应给你离婚 我拆却你干跪起 那我求你放了我的孩子 你为了这个严重 要和我离婚 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我真权 以后我们互不相干 石婷哥哥 既然姐姐答应离婚 那我们就不耽误他了 等我们以后结婚了 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 顾文 我最后再问你 孩子和我离婚哪个 我只要我的孩子 我只要我的孩子 好顾文 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 我不后悔 我最后我的就是 我对你还有一丝的失望 陆思琴 我再也不要爱你了 哈哈哈哈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确定要为你肚子里野主 跟我离婚 陆思琴 你不配当我孩子的夫妻 你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我自己已经签好了 我们先就去离婚 我现在没空 明天明镇去见 顾文 我会好好替你照顾石婷哥哥的 到时候 我们会拥有水 自己的孩子 至于你的那两个野者 贵姓 你要是敢打我孩子的主意 我一定会拉着你下地狱 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 不信你试试 顾文 你不会忘了自己得了胃癌吧 你以为你能撑得过 十个月之后吗 到时候不用我动手 你自己都活不了多久 林助理 事情 你们总裁 不是说好今天来离婚 我在明镇区等到他一天 为什么他没有出现 电话也打不通 图人 哦 小姐 总裁跟雨晴小姐 出去环球旅行了 现在估计在飞机上 什么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总裁没说 但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来 他把公司事务都委托给副总了 陆世廷 你曾经说过会爱我一辈子的 那些温柔 终究成了梦一场 世廷哥哥 你说好的 我们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领账 我就让您说 把你公司领账 嗯 你好 是陆世廷先生吗 这里是医院 你的孩子需要手术 需要您过来签字 我没有孩子 你打错了 陆先生 没有错 你就是孩子的父亲 孩子的母亲 正在昏迷中 需要您过来签字 我都说了我没有孩子 可是孩子母亲 填了您的电话号码呀 孩子的母亲是谁 顾婉 我跟顾婉没有任何关系 他事实是活 与我无关 怎么样 世廷哥哥 我手好疼 送你去医院 嗯 没什么大碍 回去休养几天就好了 这个药啊 一天涂两次 记住了啊 嗯 谢谢 洪裁 你快来医院 夫人她出事了 你的孩子也需要救命 夫人她已经 你什么意思 石廷哥哥 本来我们今天需要结婚的 但是因为我受伤了 那为了补偿我 你今天一天 都在陪着我好不好 你今天一天都在陪着我 好不好 雨晴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先把手机给我 事顾婉的事情对不对 十顶不顾婉我都听到了 你不是跟我说过 你不再管他的事情了吗 雨晴 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先把手机给我 雨晴 不要任性 我去处理一下 你先好好休息吧 雨晴 我去处理一下 我去处理一下 我 就是那个布啊 那我还不是死啊 孩子的父亲到底来不来 没有家属全治 手术无法进行 等一下 我再打一个电话 医生 夫人 你总算醒了 孩子现在马上 需要进行手术 需要你签字 你的手可以动了吗 给我 给我 路实紧呢 总裁在陪着雨晴小姐 夫人 夫人 过了 一年不见 不要你的程度越来越高了 居然恍是自己要死 就是为了让我给你两个野种 签手术同意书 是啊 我快要死了 你高兴了吗 我快要死了 你高兴了吗 别装了 一年前你说自己要死 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 是不是我要死了 三个相信我 那你就去死了 不是听你的臭声 你说是人话们 他真的差点没命他已经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啊 我不在这里 你俩兄对着我搞在一起 我告诉你 不配得到过来 更不配得到过来 我谢谢 我 过来 别撞了你过去 别撞了你 顾问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夫人生孩子的时候 产后大出血 需要休养 就只是产后大出血 没别的 没有 那两个孩子呢 孩子 一切正常 哥哥手术之后 也没什么问题了 总裁 您不觉得孩子 跟夫人长得很像吗 我觉得小小姐 是您的孩子 是做一个我跟她的定位 那小少爷呢 如果女儿是 那小之后一定也是 毕竟只有同步孩子的期待性 才是有用 如果结果出来了 是您的孩子 那您还离婚吗 那并不代表他跟宋志欣就是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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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奉承清说 如果是他 喂石廷哥哥 我好疼 你快过来陪我好不好 你怎么了 你醒了 他已经送我了 我还活着 你还活着 相信我 你会好好的 我要去看看我的孩子 慢一点 傅小姐你要去哪里啊 你需要多休息 我去看我的孩子 忙了 回来 孩子的父亲给他安排了转院 新生日夜一起带走了 什么 我们不建议刚刚手势不久的病人转院 但孩子父亲执意要这样做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 我 石廷他好可爱 这真的是你的孩子吗 是我的 DNA不会出错的 看来是那家医院 报告出错了 石廷哥哥 我会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 疼爱他的 顾小姐总裁说不想见你 让开 陆世霆 你把孩子还给我 这也是我的孩子 陆世霆 你不是说他们是野种吗 你有什么资格说他们是你的孩子 姐姐 你这可不能怪石廷哥哥 以前的报告是那家医院出错的 谁让 才让石廷哥哥误会了吗 不过现在已经证明孩子是石廷哥哥的了 我会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生骨肉呢 布世霆 顾雨晴根本就没有安好心 你把孩子还给我 顾婉 你够 这是我的女儿 我有权力决定让人家抚养她 矿缺语性比善良本倍 你屡次伤害我妈还背叛我 难道要我把孩子交给你这样 暗用脏又下进的女人抚养不成 故事提我求你把孩子还给我 雨晴不会伤得他们的 石廷哥哥 我愿意一辈子不要小孩 把他们兄妹抚养成人的 听到了吗 雨晴比你善良百倍 绝对不让故事 让我的孩子 还给我来人 活出去 放开我 故事提 你看我可以 但你换了我的孩子 放开我 故事提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黄婉 你没事吧 志祺 故事提抢走了我的孩子 还要故事提抚养 故事提肯定不会伤掉我的孩子的 我该怎么办 黄婉 黄婉 走 我送你去医啊 顾婉 你心里只有那个宋志钦 你根本就没有我们的孩子 哭哭哭就知道哭 烦死了 华包 你是饿了吗 你怎么一直哭呀 我来吧 那小孩比较麻烦 还是交个有经验的人来的比较好 石廷哥哥我可以的 不用 我们还没有结婚 你没有义务帮在小孩 我愿意 这我不是怕你太辛苦的 等会让司机先送你回去 你跟伯母伯母好久没见面了吧 那明天我母亲的事物业 你会过来吗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好 把小姐送回陆家老宅 那边看房子的吴伯 一家都是看着我长大的 等小周病好之后也一并送过去 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我要妈妈 我要妹妹 我不要坏爸爸 小周乖 之前是爸爸不对 是爸爸误会小周了 之后呢 爸爸一定会好好补偿小周 和妹妹的 好不好 那妈妈呢 我要好好养病 我要保护好妈妈和妹妹 爸爸以后也不要再欺负妈妈了好吗 小周先好好养病 之后的事情再说好不好 我 是亲 爸爸 感觉怎么样 不要不要喝点水 我不是一个好母亲 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 你不要太伤心 陆思天已经这样是他的亲生母肉 相信他不至于可待他们 可是过一期 他是个魔鬼 我一想到我的孩子在他的手里 不行 我要把我的孩子抢回来 我可以做法律程序 我可以打官司 我要找一个例子 找一个很好的认识 我认识因为这方面 有很有经验的律师 胜诉率很高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好 顾小姐 你你现在的情况 如果做法律程序 胜诉率为零 还有什么办法吗 如果可以和南方私下和解 或许可以领婚一个孩子 不可以 我的孩子不可以 拉到贵心手里 他不会伤在我的孩子了 再或者 顾小姐有自己的事业 或者 在婚后 生活足够富裕 我可以 花卉 你 愿意嫁给我妈 我不同意 妈 我真是想瞧你了 你名活我儿子的 手动可真高啊 妈您来做什么呀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秦儿的 你不要再被他迷住了 你现在就跟我回去 妈 晚安现在需要我 您先回去 我自己的事我心里清楚 你这个狐狸精 你把我们宋家看成什么了 你把我们家亲儿看成什么了 你把我们家亲儿看成什么了 你大凡有一点女秀之心 就不会再拖着我们家亲儿 妈你够了 你要是把这个护育金取回家 你就不要让我这个妈 妈 我就再也没有你这个儿子 妈你够了 智琪 你跟阿姨先回去吧 王贵 你 你跟我过去 郭小姐 那这官司 律师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还有办法 感谢各位赏点啊 参加内子的生日宴 爸 妈 生日快乐 感谢大家来参加生日宴会 吃好喝好啊 长得这么漂亮 谢谢 鹿家来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未婚夫 我怎么记得 鹿总的妻子 是顾家的大小姐 那都是过去式了 恭喜恭喜 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 这么热闹 你怎么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这是顾家 我是顾家的女儿 今天是你妈的生日 你先去把这身衣服换了 穿成这个样子下什么话 她不是我妈 你别忘了 你们享受的一切都是我妈的 而你拿着我妈给你的一切 养着小三跟小三的女儿 你就不丢人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回来就是偶天赌的是不是 给我滚出去 姐姐 姐姐你可不能这么说 大跟我妈在一起的时候 你妈长死了 想让我滚可以 但我拿回我妈给我的 顾氏集团43%的股份 想让我滚可以 但我拿回我妈给我的 顾氏集团43%的股份 姐姐 你搞错了吧 顾氏集团 哪有你的股份 你回来捣乱 就是想要挟我给你拿钱是不是 还狮子大张口 要43%的股份 我狮子大开口 你给顾雨晴多了股份 又给苏洛兰多了股份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才是你女儿 不知道的还以为 顾雨晴才是你真女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爸 你不要生气 姐姐确实是你的亲生女儿 她回来要钱 不过是因为离婚之后 没了经济来源 股份自然是不能给的 那就给点零花钱吧 不要让她在这里护脚完成 坏了大家的兴致 还是你懂事啊 给她拿两万块钱 你就先拿着啊 两万 这是把我当要犯的吗 你别不知足啊 你是嫁人自己不守负道 被扫地出门的 你个不守负道 败坏门庭的败家女 我原本是不想让你 再进顾家门的 要不是你妹妹她 我败坏门庭 你跟庸人苟和 逼死我妈 罢上我妈的一切 你不觉得丢心 你个孽障 伯父 何苦坏了 变坏的气氛 不是听 我居然对你抱有奢望 我根本就不敢 你给我滚出去 我没有你这么个 不知廉耻的女儿 嫌少是吧 那就一分都没有 来人 把她给我轰出去 我干谁干 顾建国 这个别墅是在我妈的名下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离开 姐姐 你说什么呢 你难道不知道 已经过后到我妈名下了吗 不可能 张仪 你好好看看这个房本上 写的谁的名字 顾建国 你连这个房子都不放过是吗 你给我闭嘴 你个逆女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她给我轰出去 走了啦 妈 对不起 我什么都错不了 公司被霸占了 房子也被霸占了 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像是一只丧家之群 顾婉啊顾婉啊 你逗不过我了 不论是这顾家的一切 还是石亭哥哥都是我 哦 对了 还有你那一生儿女 这辈子 你都别想见到她了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 哈哈 顾婉啊 你不过还以为 你是当初那个天之江女的 从小 你就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你住公主房 我住佣人 你每天学习琴棋书画 你却只能躲在厨房里 我用你用过的文具 我玩你不要的羊娃娃 在家里你就万千宠爱 在学校里更是天之江女 哈 同样都是信我 凭什么我要活在你的眼影之下 哈哈哈哈 不过没关系了 以后的每一天 你都活在我给你制造的阴影之下 哈哈哈哈 哦 不对 你没有多少活头了 哈哈哈哈 妈 你留给我的东西 我一样都没保住 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 我现在好累 有人来帮我 有人相信我 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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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思婷你怎么找这里来的 你还做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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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想跟你的宋之心守身嗎 既然你那麼在意那個野男人 怎麼不去找他 一個人在這裡哭 是在裝口臉給我看嗎 洛西天 我們已經簽了離婚協議了 我喜歡誰跟你沒關係 跟誰上船跟你更沒關係 我現在的一切 你都沒有資格過問 沒資格 我告訴 那份離婚協議上 只有你的簽名沒有我的 我們還是合法夫妻 你只能喜歡我 只能有我一個男人 幹什麼犯了洛西天 不是你我恨你 我恨你 你說什麼 你恨我 你恨我 對 我恨你 從你把孩子給跪起的那一刻 我就開始恨你 你有什麼資格恨我 你憑什麼恨我 你看看你現在狹賤的樣子 孩子跟著你只會自甘動 陸詩婷 我一定會跟你離婚 我要給你打官司 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的父母圈 拿回來 打官司 顧婉 你有錢請律師嗎 我有手有腳 我自己會震 靠賣是嗎 我來幫幫你吧 今晚賣給我 我可以多給你點 陸詩婷我賣給誰都不會賣給你 你給我滾 你給我滾 顧我 你會回來求我的 我快點兒 啊 啊 陸詩婷 是不是我死了 你才不會這麼恨我 啊 啊 啊 誰啊 萬萬 我定搖 你眼色怎麼那麼麻 发生什么事了 家里有点乱 走去医院警察 丁瑶 你能再帮我个忙吗 说吧 这次又需要多少钱呀 丁瑶 我确实需要钱 但是我想靠我自己 我不想连累你们 我需要工作 不是挺想走了我的孩子 还有妈的房子 外公的公司 我都要抢回来 你呀真的是 那那个 叶瑟酒吧你知道吧 那里出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你要做的事情 只有他们能帮你 你只有去那里工作 才能认识他们 况且那里的收入还不错 我听说过 但是怎么才能进去啊 这个你不用担心 有我呢 丁瑶 谢谢你 谢什么谢 嗯 你拿着 你先去刷着用 等有钱还给我 我不着急啊 谢谢你 又跟我客气 放心 有我呢 团案里面扶这个包厢 里面都是贵客 不能得罪知道吗 好 来 坐坐 停 嘿嘿嘿嘿 等会儿 先给咱们陆总倒上 你看不出来陆总是咱们今天最尊贵的贵宾吗 哎我今天不想喝红酒 那我们换 我今天什么也不想喝 不想喝就撤去 撤去 哎 我是不想 但是我想看他 没问题 没问题 哈哈 是这样啊 你把这杯酒干了 对对 都是你 啊 好 哈哈 好 好酒量啊哈哈哈哈 好 快 管你不要命了 我在工作 你看 我挣了好多钱 你谁呀你 谁救你进来的 快 别喝醉了 说你不想 站住 你到底是谁 你想干嘛 听你了 听你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朋友身体不好 你这么灌他酒要出了什么事 担得起吗 我担得起 陆时廷 你要还是个人 今晚上就放我们走 放你们走 我要说不 啊 曾经 我肚子好疼 啊 站住 站住 东西 你给我把他放下 哎呀这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宋公子您这是 郭婉是我朋友 他身体不好 把我送他回家 夜色 就是这么招待客人 拿了钱不做事 随随便宜找个理由 就想开溜 怎么会 宋公子您看 现在郭婉是上班时间 要不您把他先放下 我不放 我现在就要带他走 怎么这么热闹啊 金儿哥 过年呢 哟 这是怎么回事呀 你也是这样的 哎 我还有什么事呢 陆总 今天是我这服务员啊 第一天上班 深属了 也是我们呢 没安排好 这样 今晚这场 我请客 也就当给您赔罪了 您大人有大量 我呀 今晚上 亲自给您倒酒 至于这小姑娘吗 她不得知道 我今天呢 就是要她陪 陆实体 你到底要干什么 怎么 陆总 今天是故意找事了 不不不 陆总不是这个意思 陆总 这俗话说的好 好汉不吃也千亏 为了值得名 不值得 再说了 这位会所啊 有靠神 今天咱们陆总不舒服 就不喝酒了 咱们换个地方 下次广临啊 下次广临 走走走走 下次广临啊 那几位回客慢走 下次一定再来啊 好 晚晚 没事吧 我没事 李姐 对不起啊 今晚的事 谢谢你 你这是 道谢还是道歉呢 姑八ren 你可真行 第一天上班 已经落成这样 今天的消费 全散在你头上 怎么 现在长嘴了 今晚造成损失 由我来付 今天的事 看在宋公子的面子上 就算了 但是 顾婉 你不适合这份工作 以后啊 你就不用再来了 丽姐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知道今天是我的问题 但是我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顾婉 你是真的不适合这份工作 丽姐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钱 我知道 今晚确实很糟糕 可是我没有想到 她会来 她 你说陆总 没有 你要是 对我有所隐瞒的话 那我也帮不了你 丽 丽姐不是的 我是认识律师庭 不过我只是跟她 有一点私安意愿 那行吧 你回家休息几天 之后再说 丽姐 丽姐 今晚的清 我送知青几下了 谢谢 丽姐 丽姐 谁 陆 陆士庭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来看看我的妻子 谁是你的妻子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说过我不同意 在法律上 我们还是夫妻关系 我累了 没有力气跟你吵架 这个房子是我租的 现在请你离开 陆士庭想干什么 当然是行使我作为丈夫的权利 而你也有作为妻子的义名 你放开我 你打架我又不客气了 顾儿你到底是缺钱还是缺人 我都可以给你了 现在就可以了 你是不是疯了 你要离婚之后 随时可以给你去明镇局 你这样反反复复 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要 我想要 顾婉快开门 看门啊 石丁哥是不是也在里面 快开门啊 你怎么来了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吧 石丁哥哥你怎么在这儿 顾婉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给我出来 你为什么要够有石丁哥哥 石丁哥哥 好了别闹了 我们回家吧 石丁哥哥你怎么能这样 我真的很难过 我是去跟他谈离婚的 你别多想 真的吗 那你们谈的怎么样 还没谈完 你不是就来了吗 石丁哥哥我 好了 最近我比较忙 我瞎顾婉 你暂且就在顾婉 不不不 你不用分心陪我的 我自己在这就可以 吴妈 叫司机送一下顾小姐 快 顾姐先回来接你 顾婉 等我来有事吗 我记得 我们之间没什么交情 交情自然没什么好谈的 不过 我们可以谈谈合作 我还不知道 我们之间有什么可合作 当然有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光 那就是让顾婉和陆世平离婚 我只是希望他幸福 那你认为 他现在真的幸福 只有他们两个离婚了 你才有机会 亲自为你心爱的人 带来幸福 不是吗 说说你的计划吧 这才对 现在 只有顾婉一个人签了离婚协议 陆时亭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直下不定决心 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陆时亭 彻底的放弃过我 你只需要把这个给顾婉喝了 你就可以彻底的拥抱它 你放心 这个药效只有四十分钟 不会对他的身体有任何伤 你觉得 我会用这种下三满的手段 来陷害玩玩吗 哈哈 看来你还不是很了解自己 女人你只要拥有了他的身体 他的心啊自然就是你的 更何况 你是为了给他幸福 你又何必在乎 用什么手段呢 你只需要照顾你想要照顾他 其他的 交给我 那就预祝我们合作一份 哎呀姑妈 你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新来的女人 是不是哎 这纲帽子我可戴不了啊 姑妈最疼瑶瑶 是不是吗 啊行了行了好了好了 就这一次啊 还是姑妈爱瑶瑶 姑妈亲亲 嗯 多大的人呢真的是 奶奶你过来 我已经跟姑妈说好了 谢谢姑妈吧 谢谢丽姐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明天来上班吧 不过来 金瑶 真的太谢谢你了 不然我可怎么办呀 又跟我客气是吧 你再这样我生气了 好了谢谢你了 你先去忙吧 我还要去医院拿药 这两天都忘了 你看看你什么脸色 还是你去忙吧 我帮你拿药去 那谢谢你了 这不是顾雨晴 他怎么在这 这不行吧 你这不是草剑人命吗 他为什么认识顾婉的主治医生 这不行吧 这不是草剑人命 怎么 不是当初 要钱的时候了 你开始让我 修给他的报告 后来又让我骗他说什么 胃癌晚期 这都已经很 但是毕竟没有出人命 现在你让我换药 这绝对不行 有什么不行 反正他自己也知道 自己是胃癌晚期 活不了多久 就算他死了 也没有人会在意 反之 如果你换了医院 换了医生 那他很快就知道 你当初骗了他 岂不是更乱的 那也不行 我是医生 我有我自己的底线 好啊 反正医生有的是 但是你可别忘了 当初你做的那些事 我可不保证 没有人知道 你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反正你现在也回不了头了 如果继续选择和我合作 好处自然是有的 原来是这个女人搞的鬼 顾婉的病到底怎么回事 我得赶紧去告诉她 你真的没有听错吗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可恶 顾雨晴这么恶多 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最起码我们知道你的病情 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我确实因为胃痛而晕倒 那我们就赶紧重新找个医院 重新做个检查 但是不能让顾雨晴知道 你用我的名字去 嗯好 医生情况很不好吗 怎么会这么严重 没关系 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 医生 我还能活多久 不好说 丁小姐是吧 你的这个胃困痒很严重啊 胃困痒 不医生 你仔细看看 确定不是胃癌吗 如果 再这样熬夜不注意饮食的话 发展成胃癌也不是没有可能 哈哈 啊 我 这样吧 我给你们开点药 要注意规律饮食 不要熬夜 哦还有要记得回来复查啊 好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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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林柱说你总是在公司待到后半夜 我担心你的身体 特地为你熬了汤 我给你盛出来 你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这种事 让下人走就可以了 你不要去那动手 啊 没关系的 石听可可 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来先尝尝味道啊 你这是干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 石听可可 都是我不好 我分手分脚的 请你原谅我 行了行了 叫我秘书收拾 宋志青 你到底还想不想要滚了 你什么时候行动啊 宋志青 你到底还想不想要滚了 你什么时候行动啊 志青 来喝茶 谢谢 你今天看上去 气色很不错 嗯 因为丽姐 同意我回去上班了 什么 你还要回夜色 王万 那个地方不适合你 如果你需要钱我可以 志青 我很高兴我能自食其力 希望你能理解我 好 但你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 请允许我接送你上下班 志青 算我求你 不然我真的不放心 我保证 绝不会在你上班的时候 去打扰你 志青 谢谢你 生病的事 我是不是也应该告诉他 这样他才更放心 志青 我还有事就想告诉你 什么事 就是 过来 开门 快开门 喂 志青啊 啊 你在哪呢 我 我在机场呢 在机场干什么 临时有点急事 需要我去工厂一趟 走得急 就只能在电话里跟您说一声 这样啊 那你先瞒着 你做事情啊 一定要谨慎 现在集团上下 有多少人盯着你呢 知道吗 好 明白了吗 那个 我先登机了 先不跟您说了啊 注意安全啊 就这样啊 拜拜 志青 对不起啊 为了我 还要给你妈撒这么大的话 你要是觉得抱歉的话 那现在就来报答我吧 你都听到了呀 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那你今天 不得收拥我一下 啊 志青 我家里就这一间房 开玩笑了 我会住酒店的 拜拜 我知道 让你马上接受 我很难 但是我会一直站在你的身后 只要你回头 就一定会看到我 啊 志青 我 我要去上班了 好 那我们走吧 是那个人吗 对啊 就是他 上次闹失那么大的动静 几个男人为了他打得不可开交 惊动了历劫才摆平呢 有些人啊 不要太好看 天生服媚 会够一男人就行 请让开 哟 还挺客气的嘛 我说了 请你让开 我要是不让呢 你想干嘛 有人让我给你带句话 不是你的男人 不要碰 那个人说了 今天 要拍下你的裸照 我好疼 为什么要针对我 我是要死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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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 不是 天 我又摸到你了 过 过 过 你不得死 我活着你死 我先你进去 玩玩 感觉怎么样 要不要喝点水 玩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些人为什么要打你 有人警告我说 不要碰碰属于我的男人 是顾玉清 你要干什么 去找他麻烦 没用的 你又没有证据 玩玩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 白白说苦的 我已经不在意了 他们伤害我 又不是一次两次 我最在意的就是 我的孩子 吃的好不好 睡的好不好 还有我的女儿 我都没有好好抱抱她 我 别吃你了 别打别打 我说我说 是一个跟不语情的女人 让我这么做的 快说过了过去她了 让我能给她一点教育 也是她 也是她让我们派在公安装照的 我們還沒拿著敵人 他就他就吐血了 郭先生他們怎麼打的人 就生被還回去 郭總 郭總錯了 郭總報告我啊 什麼 顧婉那個竟然居然還沒有死 思萍哥哥你怎麼來了 為什麼要找人打顧 還拍他的裸照 為什麼要找人打顧 還拍他的裸照 思萍哥哥 你是來行事問罪的嗎 你是不是心裡還有他 我是問你為什麼 為什麼要去找顧婉 因為我討厭他 他高研你思萍哥哥 你如果要跟我結婚的 可是到現在 你跟他都還沒有離婚 思萍哥哥 你忘了嗎 慣他背叛過你 他心裡一點都沒有你 思萍哥哥 玉京 這是我他的事情 我不需要你插上 在我心裡 你一直都是那種善良又美好的存在 我不希望你變成我不認識的樣子 好嗎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做了這麼多都比不上你的經驗 為什麼 顧玉京 你居然這麼對顧婉 還不是因為你沒用 如果你早點動手 他也不會吃這份 如果你早點跟我合作 我們雙方都解大歡喜 可是現在你要我親自動手 他以後有的是苦吃 世青 洗手掃機好了 不用吃什麼不身體的 還這麼麻煩 不麻煩 反正我也要吃飯了 你 我們半個小時後到 你把握好時間 顧啊 看我這次不把你釘死在恥辱注視 实听哥哥 我认真地想过了 是我当时嫉妒昏了头了 才对姐姐做出那样的事情 走那天之后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你看 我特地准备了礼品 准备去看望他呢 可是我一个人去 又觉得太不好意思 实听哥哥 你陪我去好吗 没必要这样吧 你给他打个电话 到我先就好了 不行实听哥哥 我必须要当面跟他道歉 得到他的原谅才行 你知道我的 我伤害一只蚂蚁都会很难过的 实听哥哥你就陪我去吗好不好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怎么样 趁此机会去看一下也好 实听哥哥 嗯好 嗯 来 王王 这杯酒 我庆祝你顺利出院 紫钦 这杯我敬礼 谢谢上天让我给你这么好的你 这段时间还好于你 不然的话 总是谢谢你 我哪有这么好 当然有啊 在我眼里就最好 甚至还要更好 来紫钦 我敬礼 他再来紫钦 次 实听哥哥 要不你先上去看看姐姐的态度 我有点紧张 我怕他不欢迎我 好 如果他情绪很好的话 我问你打电话 ok 等一下 婉婉 那個 不要空腹喝酒 來 先吃點東西吃點菜 好 紫慶 你的手藝真好 來 我聽你 你不要喝完了 那個 其實 我很抱歉 我 其實我還有事 抱歉不能陪你 我先走了 怎麼是你啊 怎麼 是我 你很失望 這都快半個多小時了 抓緊需要這麼久嗎 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 哎 不行 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 誰聽我都不生氣了呢 王婉 你怎麼了 師婷 是你嗎 我好熱 顧啊 你又在搞什麼 我不知道我怎麼了 我好熱 你吃了什麼東西嗎 我喝了 我喝了 我喝了酒 酒 在哪兒買的酒 是知青 知青帶過來的 碰巧 隔壹 所以我把你放下來 還會是堅硬的 找你 你又我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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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是多麼幸福的一對 陸師廷 你這是怎麼了 你不是恨他嗎 現在是做什麼 對你陸中的女人 有什麼值得聯繫的 十丁哥哥姐姐你們在嗎 十丁哥哥 十丁哥哥 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這麼久啊 沒事不管他沒回復好 到現在是以後再說吧 十丁哥哥你讓我看一眼 就看一眼十丁哥 走吧 誰啊 夫人是我 林泉 總裁 我拿到了 確定是他喝過的那杯 確定 杯子上有口紅印 顧問沒有起義吧 沒有 夫人單純的很 我說您的戒指丟了 她就很認真的去找了 翻箱倒櫃的 根本沒注意到我在幹什麼 那就好 馬上送去花印 我要最快知道 你沒有什麼 是 喂喂宋知青 怎么回事你刚刚为什么不接电话 怎么 我要义务接你电话吗 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吧 你说你刚刚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没有过来 你是废物吗这点事你都办不好 我就是个废物 我还是个混蛋 所以你以后可以别给我打电话 喂喂喂 为什么要去打电话 api 宋世青 宋世青你这个废物 啊 废物 你要废物的药物 宋世青 你这么晚把我叫过来 谁让我看你耍酒疯的呀 晚晚 晚晚晚的 意思是说 现在我把顾碗给你叫过来 我呀 错了 我已经没脸见她了 我居然 居然什么 居然什么 等会再喝 说话你 你居然什么你居然 好嘞心 宋世青 总裁 结果出来了 酒里是 是什么 是一种 一种让女人情不自禁的药 什么 为什么顾碗酒里会有这种东西 难道是他为了讨伙才这样做的 可他为什么会知道我那个时候去 他好像说 是宋世青给他的 难道是宋世青给顾碗下的吗 可是他有必要这样做吗 总裁 您在想什么 他今晚 又去会所了 嗯 守在会所门口的人说 夫人刚刚进去 我们去哪儿 晚3911 神秘客人点名要见你 好 你来做什么 当然是来消费的了 顺便啊 来照顾照顾你的生意 怎么了姐姐啊 你是只接待男客 不接待女客呀 我可是准备了小费的 愣着干嘛 给我倒酒啊 您请慢用 你往我的酒杯里加了什么东西 慧琴 你又在玩什么花样 我干小花样的人是你吧 你要是没有往里面加东西 那你喝 凭什么喝 过 这些好寂寞 这药是宋世青和你弄的吧 顾世青 这说什么 顾世青 这说什么 这说什么 顾世青 这说什么 顾世青 这说什么 就不记得了 今天下午 你才用过呢 顾世青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吧 那我就来说你的计谋 你先是用意要勾引你 让我情不自禁 现在用同样的计谋 想要陷害人情 嗯 我说的对吧 你们两个突然快来找我 要是有计谋 也是你们两个有计谋 很好 我就知道 你不会欠一成 那就看一看 这球里 到底有什么 喂定谣 哎喂妈妈 你在哪呢 我在夜色 发生什么事了 嘿你 啊宋世青喝多啊 一直说什么 对不起你啊 药啊什么的 喂 咱们能听得见吗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确实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要什么酒 去死 到现在还在做 你太饶了失望 你们这就离婚了 离婚可以 把孩子还给我 那 孩子 只能是录像 那就希望让我离婚 让你的故意情 做一辈子就散 你 你别忘了 离婚协议书上 有你的签名呢 你是谁啊 你是顾啊 你认识我 你外公和新造 哎呀长这么大了 我认不出来了 你认识我外公 其实是认识啊 当年 多亏了赵董事长的光复 才有我今天啊 以后不要叫我 杜主了 叫我杜伯伯 嗯 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 都怪我没有 外公留下的公司和房子 都被他们霸仗了 我自己也 有人纯心想害你 反而是反不住的 你有什么想法 可以和我说 杜伯伯全力支持你 什么 顾婚失踪了 是 在夜色会所看守的人 回报说 夫人没有出来 那就是说 还在夜色会所里 进去问过了 没找到 顾婚 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 多派些人 绝地担持 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是 现在就去办 顾婚 你到底去了哪里 雨晴 最近啊 你爸公司的情况 不太乐观 投资了个什么项目 被叫停了 资金链一下就断了 你去求求陆时亭 看能不能 哎呀妈 你真让我怎么开口啊 怎么了 你们俩出什么问题了吗 还不是因为过晚那个贱人 这几天也不知道躲哪去了 也不出面办理离婚手续 时亭最近心情不好 也总是对我爱搭不理的 你们俩这婚事总是拖着 也不是个办法 早点结婚 我们也好理直气壮的 让路士帮我们故事啊 嗯 他到底跑哪去了呢 连路士亭都找不到 会不会是那个宋知青在帮他 哼 那个废物 让他给过碗下药都不会 听说最近整天腿着天天喝酒 他可没那么大 是 你这么大本事 怎么还没搞定路士亭啊 你这么大本事 怎么还没搞定路士亭啊 爸 你们要出去啊 哼 我可真是没有女儿福啊 一个都指望不上 还得我自己亲自舍下这张老脸 出去求人 嘘 你说什么 哎呀 你跟女儿在这叫什么劲啊 你不急着出去呢吗 哼 你叫的好女儿 本来就是 妈 你看 我爸怎么能这样 行了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你有着力气 还不如多花在路士亭的身上 就算现在暂时结不了婚 你也可以让自己先怀孕嘛 你还不如先搬回去住吗 搬回去有什么用 他又跟我 怎么 你之前不是怀过一次吗 妈 其实士亭对我挺好的 但是无论我是住陆家 还是跟他一起去旅游 他从来都不碰我 他总是说是因为珍惜我 有一次是因为他喝醉了 而且睡着了 而且那次怀孕 也是假的 什么 你 你 你真是没用 我要什么办法吗 灌醉这件事情一次成功之后 他就长进行了 我就再也没有成功过了吗 总裁 顾我还没有找到吗 您说过的地方 我们都去找过 但是 还在尽力找 所以这就是你们尽力的结果 雨晴小姐的父亲 顾总 想见见您 已经在回客厅了 你看我现在有见她的心情 可是 不管怎么说 她都是您的岳父 这块不是了 可是您如果要跟雨晴小姐结婚的话 那就还是 谁说我一定要跟她结婚 而且没有银行愿意再贷款给他们 因为他们上个月还没有还清 陆氏集团没有出手相助吗 嗯 据说顾建国今天上午 亲自找了陆氏厅 但是陆总请她吃了好大一碗闭门羹 先不管她 陆氏不出手最好 省了我们不少麻烦 就按照原计划 继续收购顾氏的股份吧 我要把属于我的 属于我母亲的 全部拿回来 少爷 顾太太和顾家小姐来了 请他们进来 视频更大 伯母您好 请坐 我听雨晴说呀 你最近也很忙 这身体啊都累瘦了 我这听着也是心疼啊 都说女婿也是半个儿 所以啊 我今天亲手 做了一些营养品来看看你 多谢伯母 我们雨晴啊 也老大不小了 你们啊在一起也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顾家 可是早就把嫁妆准备好了 就等你们把婚一结啊 我这老母亲啊 心里也就踏实了 我知道了伯母 就等我这个离婚协议呢 这离婚手续嘛 也不一定非要嘛 这丧偶 也是可以再婚的啊 您说什么 啊 我妈不是这个意思 她也是为我着急 师婷哥哥 你不是说过 要给我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呢 是啊 我这也是替你们操心嘛 这顾婉 大家也找了这么久了 这不一点信息都没有嘛 虽说她不是我亲生的 但她毕竟也是顾家的女儿嘛 我我也是不忍心啊 但是咱也要面对现实嘛啊 来人 周太太和顾小姐有点累了 安排司机送她们回家 哎石婷周阿姨 妈 我也确实有点累了 石婷哥哥挺忙的 我们就先回去吧下次再来 石婷哥哥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你先忙 不会的 顾婉 你不许死 我还不准你死 什么风把陆总吹来了呀 你有没有联系过顾婉 怎么 没有找到顾婉 你不是不想见她吗 找她干嘛呀 我要结婚了 需要她本人到场 我才可以办离婚手续 那真是恭喜陆总了 不过很抱歉 晚晚没有找我 我也帮不上你 如果您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还有事 慢走不松 结婚结婚 晚安 不管你到底在哪儿 我为什么找不到 你为什么不在见我 可肉梦初心般的狼狩狂 心也可 为什么为什么石廷哥表现的这么在过 难道他心里还惦记着他 你发脾气有什么用啊 不然我还能怎么办啊 过完又不出现 我有力气也没出使啊 那个贱人藏的可真够深 到底藏哪了 我还真的死在哪 你说对了 他呀 就是死在外面 妈 你这么肯定 你知道我不知道 但是 只要路石廷相信他死 就够了 妈 还是你有办法 再帮我最后一次 我不想再干了 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要不要看看这卡里的余额 密码是今天的日期 顾小姐我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我说了最后一次 以后也不需要了 啊 你说吧 我需要一份DNA检测证明 你先帮我准备着 等我需要的时候 我来找你拿 就这样 喂 他刚刚来过了 我全程乌云了 好 我现在就发给你 总裁 我好了 夫人住在那间公寓 急火了 而且 而且什么 我问你而且什么 而且 火被扑灭之后 现场发现了一具 烧脚的女士 师庭哥哥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一封快递 里面是姐姐的诊探书 还有还有她亲笔书记 慧颜 他说他快要死了 原来是他已经知道自己得了慧颜 警察 你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我没有亲眼看到 那就不可能是真的 是 你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你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是 那具尸体现在还不知道身份 你给我去查 查 可是师庭哥哥 可是那个 你是不知道刚刚 他那个样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可怕 我们是不是弄挑成拙了 师庭哥 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 慌什么 你不要乱了阵脚 你那个DNA的检查报告 准备好了吗 这次一定不会有问题 那就好 你呀 就安安稳稳的等着坐路 太太吧 滚 不会的 那个一定不是你 你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死去 你一定是躲在这个世界 什么地方 等我去找你 等我去找你 宋采 结果出来了 宋采 您别太难过 我就问你是不是他 不是他对不对 嗯 宋采 冷静一下 你也会难过 不是一直都希望他去死 宋志奇 你来干什么 我来就是告诉你 顾婉是被你害死的 你说什么 他一丝根解释 你相信我吗 他说他生病了 你尽量过去再一个吗 我也对不起他 居然受了顾雨晴的蛊惑 居然在他酒里下 你是说 你是说 那天晚上那杯酒里的药是 是 那包让你给他下死心的药 是顾雨晴给我的 你 怎么会 不可能 我跟顾婉清清白白 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是你 连夫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都没有是你害死了顾婉 不是天 你就一辈子都活在愧疚当中吧 这就是你成了我的方式吗 我 我知道错了 你回来抱抱 我好想你 赵总 赵总 我们已经掌握了故事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很好 看来我是时候出面 亲自帮帮我这位 敬意不上的父亲了 我就在安排故事 召开股东大会 你先去忙吧 做得不错 谢谢你外公 杜伯伯还好有您 我只是给了你启动知情 配了几个人手 你要是个一般人 怎么会这么快就拿下故事 说明 你是个带兵打仗的强将 我哪是什么强将啊 您才是强将 我就是你手下的兵 毕竟 强将手下吴若兵嘛 你呀 嘴巴可真会护人 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女儿就好了 杜伯伯 您对我再道真 在我眼中 您就是我的父亲 嗯 行 我今天就收了你这个女儿 日后水若是欺负你 你也是用娘家撑腰的 杜伯伯 谢谢你 好 你妈妈 好 palabra 创开股东大会 为什么没有人提前跟我商量 为什么没有邀请我参加 我们也是突然接到消息 之前并不直击 是谁召开的 是我 顾总脾气还是那么大 但是脾气大也不能解决问题哦 你凭什么召开股东大会 因为我手里有51%的股份 我是顾氏 哦不 是刚刚结束股东大会上 已经改名为赵氏的最大的股东 忘了自我介绍 我是赵氏集团的总裁 赵文 你 你不像女娟严姓谁改了 改了 从此以后 我随母姓 这里所有的一切 本就应该是赵 我只是让一切回到最书罢了 你 你 还有 你那对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母女 你得帮我好好感谢她们 不知道她们最近又在坏什么事 这么缺钱 不然 我还测不起51%的股份 顾文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亲生父亲吗 你是忘了当初 你怎么对你的亲生女儿的了 真是养到你这个白眼狼 你要是别操心我了吧 回去多关心关心你那对母女 他们好像最近很不好 你还不知道吧 周如兰在卖光了自己手里的股份之后 把凡贼抵押出去了 看来过不了多久 你们一家三口就可以滚出去了 妈你看你出的主意 现在石定哥哥都不理我了 他这不是刚刚经历了丧气之痛吗 你给他点时间恢复 再说了男人吗 伤心不了多久的 可是石定哥哥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他只是在你的眼里不一样而已 妈为了这件事我可是把手里所有的股份 我都套现了的 这万一让我爸知道了 哎呀你怕什么呀 我都说了 就算他知道 那时候你都跟陆石定结婚了 他还指望陆石定帮他呢 可是石定哥哥 可是什么呀 我明天去看看他 哎 您可别去了 上次您说您去 结果呢 还是我自己去 只要我能见到他 我就有信心让他好起来 我每次一哭 他就心软了 这就是了吗 这才是我的女儿吗 嗯 知青 你瘦了很多 文文 我来之前其实特别矛盾 我很开心你能回来 但我真的没脸见你 知青 我相信你 并非曾经害我 一定是故意请蛊惑你 才让你迷失了自己而已 文文 你还愿意相信我吗 当然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永远都是 文文 谢谢你 别这么说 我还有事情 需要你帮忙 嗯 可以 只要是我能做的 只要是你需要的 我都义无反顾 知青 我要你 出庭指正过以前 曾经陷害我 那是必须的 就算你不说 我也一定会去做 与情与理 这是我该说的罪 瑶瑶 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是你最喜欢的样子 你知道我干嘛 你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答应来找你了 最好的闺蜜 你突然消失不见 这是最好闺蜜的待遇 你生气了 我哪敢生气啊 没生气 你不是突然消失不见了吗 因为我消息说你死了 你这不然我也担心死你了 好了好了 是我的错 我保证 下次再也不敢了 哪有下次呀 好了好了 没有下次 谷歌 看着你现在这个样子在我身边 我还是很开心的 能这样回来见你 我也很高兴啊 谷歌不得不说 你真的是帅呆了 把他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我现在就特别想看 顾雨晴的那张嘴脸 这还不够 我只是拿回了公司的经营圈而已 顾建国在公司数大根深 还是有很多支持他的人的 况且周路兰害我妈 顾雨晴陷害我 他们还没有得到相信的惩罚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呀 我要受益他们的罪诊 我要把他们做的坏事 都大告于天下 我支持你 不过陆石亭 应该知道你现在活着的消息 怎么办 总裁 总裁 快醒醒 您快看看这个 这个人 长得很像夫人 这是怎么回事 顾时集团昨天突然召开了 股东大会 会议上 通过了顾时改名 并且推选这个女人 作为总裁 名字叫赵婉 跟夫人长得一模一样 会不会 就是 现在去顾时看一下 您就这样去 不换套衣服吗 您好 这位是我们陆石集团的陆总 想见一下你们赵总 请问两位有预约吗 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赵总不能见到 那这样吧 辛苦您跟赵总说一下 就说是陆总来了 他一定会见的 不好意思啊 我们赵总说没有预约就不能见了 先生 您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叫把了 总裁 总裁 先别急 慢慢来 再说 喂林助理 石林哥们在哪 你快让石林哥们接电话 怎么又在开会啊 怎么天天开会啊 什么时候才能接受 喂 二 喂 怎么你一个小小的助理 就要发好电话 说了你别急 你逼得越紧 他就越是不想见你 你再等等 等等等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 你还有脸哭 你们两个干的好事 怎么了突然间发这么大脾气 怎么了 我问你 你的股份呢 这好好的 突然问这干嘛 好好的 还有你 你的股份呢 去哪里了 妈 妈 吴建国 你居然敢打我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的股份卖给了谁 卖给谁不是卖啊 他说了我妈这样做 你说我要这个家 你也不能打他呀 呀废物 现在所有的股份 都在顾碗的手里 他今天拿着股份召开股东大会 已经把我踢出局了 你们两个败家的东西 我真是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 啊 你 哈 不 妈 妈死了妈了 妈 我 医生 我爸他怎么样了 现在稳定了 他是中风 有一半身体不能动了 需要人照顾 那他还能恢复吗 这个不好说 好的 谢谢医生 喂妈 你先别着急 先让爸看病 我现在马上回公司 找一下爸得利的下属 问问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 好好好 不玩 都是医名 哎哎顾小姐我不能进来 对不起赵总我拦不住他 没事 你先出去吧 顾啊 你居然没死 你当然希望我死啊 可惜 没能如你愿 你这次回来 我回来就是为了报复 错 我回来 就是要拿回原本就属于我的东西 我不会让你得逞 好啊 那就试试看 总裁 医院来电话了 老夫人 醒过来了 什么 什么 妈 妈 妈 我是石婷呢 你认得我了 石婷 我这是 什么吗 妈 你被人退下了了 婚礼了好久 你还记得什么吗 哦 对 我全都想起来了 石婷 就是顾与琴那个小妖精 全是她说的 就是她陷害的顾丸 也是她 为了阻止我去找你 急来把我推下楼 想让我死 顾与琴 真的是你 婷儿 你千万不能被她骗了 你不能和顾丸离婚 小周 受了诺家的血脉啊 顾丸呢 她今天去哪了 她怎么没来 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怎么会呢妈 您别跟我想啊 一定是的 不然今天怎么不见她 以前 只要我稍微有点头痛脑热 她就第一时间 来到我的面前 今天怎么 妈 她不舒服 她怎么了 妈 顾丸呢 又给你是那个孙女 男生也好一点了 我给你带着孩子来看你 真的吗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就要早点好起来 帮我的好媳妇 帮孙子孙女啊 真是太好了 爸 你去好好休息 功夫有点事情 跟我忙完了 然后来看你 去吧 记得 对顾丸好一点 嗯 陈澄 顾丸 顾丸 这位先生 你大哥认错人了 我不是顾丸 顾丸 我们可以谈一谈吗 我说了 你认错人了 请让开 顾丸 我知道错了 我全都知道了 是我误会你了 我不对 如果你再不让开 我就要报警了 顾婉 你别这样 我们好好谈一谈 好吗 陆时廷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还是那么霸道 你想谈 你想跟谁谈 我告诉你 我不是顾婉 顾婉已经死了 站在你面前的是赵婉 是绝对不会选择你的赵婉 你可以不认我 那小周呢 陆时廷 如果你还是个人 就不要拿自己的亲生儿子 当做筹码 我没有拿他当筹码 我只想告诉你 小周很想你 女儿很想你 我也 有什么事吗 没有 我们走吧 顾婉 不管你是顾婉 还是赵婉 我不会放弃的 我会再一次 把你追回来 老板 陆时廷 到底要干什么 是陆 你去当我的生命 没关系 婉婉 既然陆总不介意 那我们也不好念客 不 走吧 陆时廷 你还跟到什么时候 这一块到午饭时间了 我也想吃饭 你 陆总 这好像是我盯着背部的 哦 是吗 总裁 都安排好了 夫人 陆总已经将整个餐厅都包下来了 这是陆总送给您的花 这里的所有位置 都被我预定了 你可以随便坐 我很大肚蛋 陆时廷 你幼不幼稚 会吗 可是小周说 他很喜欢我这样的 陆时廷 你就是这样 从来不顾别人的感受 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 想要怎么样就一定要怎么样 我真受够你 我们走 乖 我不是 我只是 我只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现在这样 合法只有你自己高兴了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你才能原谅我 我们才能回到从前 回不到从前了 总裁 胡小姐又来了 在门口 又吵又闹的 来得好 让他进来 好的 师弟哥哥 你终于肯见我了 只有你能帮我了 师弟哥哥 你肯一定要帮我呀 发生什么事 是顾问 不知道从哪儿认识的什么人 昨天帮他 把公司的精英全 从我爸手里抢走了 还准备去办到公司 说了好多难听的话 我爸都气中风了 到现在都还在一眼淘着 师弟哥哥 你肯一定要救救我爸 如果连你也不帮我的话 那我就只能去死了 是吗 那你 就去死了 师弟哥哥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我妈醒过来了 阿阿阿阿姨醒过来了 那个真是太好了 我 我改天去看看阿姨 站住 你就不想知道 我妈醒过来之后 说了什么 阿阿阿姨躺了不久 一定很辛苦 他刚醒过来 肯定脑子不太清醒 回言乐意乐什么吧 多么出手动了一双眼 多么恶毒的一颗心 师弟哥哥 我可以解释的 你听我解释 师弟哥哥 我现在没功夫天气车祸 有什么要解释的 去跟警察说吧 颜权 松台 有什么吩咐 送去警局 我叫师弟哥哥 你就放过我 这一次吧 你就原谅我 师弟哥哥 刚才我失去了一个孩子的分身 你就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师弟哥哥 以后 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赶紧滚 我滚 我滚 我马上就滚 松台 就这么放过他了 我现在没经历跟他纠缠 重要的是 如何我还要滚 信 陆世霆 你不要再打过来了 妈妈是你吗 小周 是妈妈 小周还好吗 妈妈我很好 妹妹也很好 妈妈我好想你啊 你想我吗 当然 妈妈每天都在想小周 还有妹妹 那妈妈现在就来见我吧 我把地址发给你 好 妈妈就到 想去哪里玩 别是你 嗯 妈妈 小周 想不想妈妈 妈妈 小周也很想你 妹妹也很想你 嗯 爸爸也很想你 嗯 妈妈也很想你 小周 你昨天不是说 想让妈妈带你去游乐园 去吃冰淇淋 去坐过山车吗 是的 小周 妈妈想要带你去吃饭好不好 好 走吧 妈妈 妈妈 小周 妈妈 小周要跟爸爸回家了 你不一起回吗 小周乖 过段时间 妈妈去接你和妹妹一起回家 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好不好 我们是要搬家吗 你把爸爸一起搬走吗 那小周希望 妈妈一起回家吗 嗯 我想跟爸爸妈妈一起 小周乖 今天晚上回去早点睡好不好 嗯 乖 就让他带走 妈妈 我会和爸爸和妹妹一起等你回家的 雨晴啊 你爸的情况不太好啊 你到底有没有去找陆世婷啊 妈 石婷他妈醒了 石婷快什么都知道了 啊 那这怎么办啊 石婷哥现在恨死我了 一定不会想娶我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惦记着他 这个时候 先保住你爸的公司才是最要紧的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我对公司经营一跳都不通 我爸现在还躺在那 什么都干不了 那你有没有去找那些 跟你爸关系好的股东啊 没有 我都找了 有的不是说自己没能力 就是说什么人为言情 还有的干脆直接都不见我 雨晴啊 这可怎么办呀 都怪顾安那个贱人 夺走了我们的一切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这些就是全部了吗 嗯 顾雨晴陷害我 她只是一身篡击报告单 假议假遗产 买凶杀人 偷食纵活 这一切的一切 都要让她付出代价 真是个个毒的女人 我一共准备了三份 一份寄给公安机关 一份寄给陆世婷 还有一份寄给她自己 看到这些铁证如山 吓也得吓死她 希望她下半辈子 在牢里的时候 能好好反省自己吧 陆总 这是刚刚收到的快递 我看机警人上写着夫人的名字 我想 您可能想亲自看看 顾雨晴 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还是得拿到这些档 她还必须看过这些 不行 我不能做一台铁 我得赶紧逃走 雨晴 你这是在干什么 快都知道了 她都知道了 她手上还有证据 我得赶紧逃走 雨晴 我都让人们找到我的东西 雨晴你在说什么 你这是 起来 起来 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有什么事情 妈给你挡着 等风头过了 你再回来 妈 我一定会回来的 那时候我会从宽手中 把我们失去的内心 都一瓶头回来 你们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周如蓝女士是吧 因为您雨晴没有还款 这套房子以及房子这些东西 已经被银行拍卖了 我们赵总才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今天就是最后的期限 麻烦您收拾好您的个人物品 搬出去 什么 周姨 雨晴不在吗 对了 她应该是收到我的惊喜以后 好路了吧 那你一个人 叫我拍个人帮帮你吗 但是我想你现在应该 也没多少东西要收拾了吧 顾文我真想不到 你真的竟然如此的赶尽杀绝 想不到吧 当初你想别人东西的时候 就应该三四二呼吸 但是如果你想到了 有些错误本可以不散 好了赶出去 顾文 你个小贱人 当初我就会让你和你那个 断面的妈一起去死 妈 你看到了吗 我把外公的房子公司都抢回来了 以后再没有人敢欺负我 顾文 你给我等着 妈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出来了 雨晴 我们这次真的走投无路了 顾文他好狠心啊 他抢走了我们的房子 还把我给赶出来了 你爸现在躺在医院 我们又要露宿街头了 这可怎么办呀 你把我逼到绝路 那我就跟你头盖一剑 这顾文行还没有被抓到吗 没有 他你还不知道吗 脚滑得很 不过他也躲不了多久了 他又没有钱 又没有人愿意帮他 顾时亭和警察满世界地找他 你说顾时亭和警察 哪个会先找到他呀 不知道 我有个重要的约会 现在屁腿走了 你一个人行不行呀 我也该回去了 咱们下次再约 顾时亭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晚晚 晚晚 发生什么事了 你在听吗 晚晚 时亭哥哥 姐姐睡着了 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看呀 只能你一个人来呀 不然 我可不保证 姐姐她还能醒过来 醒了 顾时你干什么 疯了吗 我就是疯了 我就是被你们逼疯的 既然 让我走投无路 那不如 我们一起去死吧 姐姐 我已经 你不要过来 你要是再敢往前一趟 你现在就杀了 好 我不过来 有时候是冲我来 好 那你跪下 请我原谅 跪下 不要 好 我跪 我跪 你不要 哈哈 堂堂 高高高在上的陆时亭 竟然给我下 开 既然你这么爱他 那你现在就去把那个喝了 你要是喝了 我就把他放了 别喝 是你别喝 就算你喝了 我也不会原谅你的 你要是喝了 我就把他放了 不要 这一切 都是我的错 都怪我 是我对不起你们 如果我的死可以换进你们的仇恨 也值了 雨晴 对不起 晚晚 我爱你 不要 不要 哈哈哈哈 陆师婷 你竟然为了他 你连你都不要了 师婷 师婷 哈哈 老天 夫人 要不您先回去休息吧 事情轻松了什么 为什么还不出来 夫人别着急 总裁的身体那么好 一定会好起来的 医生 他怎么样了 人已经救回来了 但是由于失血过多 老不缺氧 目前还在昏迷 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这个 这个就不好说了 也许明天 也许一个月 也许 医生 我求求你 求求他 不管多少钱我都愿意 先别急 咱们先关他一边时间 家人陪伴也很重要 所有注意他的问题 好 那我进去看看他 师婷 师婷 你怎么这么傻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你才能醒过来 师婷 我昨天去看了小舅表演 你猜他演的什么 他演了一棵树 因为他说 他说他翻的最高的一个 我去看了 果然 可能是跟你长得比较像吧 好 我知道了 师婷 我要走了 等下再来看 总裁 总裁 你醒了吗 能听见我说话吗 医生 医生 医 医生 医生 夫人 您来了 今天怎么样 他还是没醒吗 还没有 好 你先去忙吧 好 哦 对了 医生说 要多说话 尤其是说爱听的话 这样才能好得快一点 好 是婷 你为什么还不醒 如果你醒了 我就原谅你 真的吗 你醒了 你又骗我 哎呦 头痛 你没事吧 过来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知道错了 你愿意再加给我一次吗